哈哈哈哈哈哈 阿炮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放置英雄 Eureka 那麼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來跟大家 探討一下這個普通探寶 跟高級探寶 那在這邊阿炮看到相當 多的人 不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待會的影片呢 就會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 正片開始 LEGO 好那麼首先呢我們先從 這一個普通探寶來開始看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 五星碎片或者是 四星碎片呢就是這個 所謂的大獎 那麼大獎的部分呢 通常都是在 第200抽左右呢 會出 所以當你抽到將近200抽的時候呢 我們最好這個 大獎呢都是要是一個 五星的碎片 那麼其中最好的呢就是這個 五星的隨機碎片喔 好再來呢我們就來 帶大家看一下小獎 的部分 小獎就是指這一個 普通招募券啊 或者是這個元素金碎 還有重駐石 那其中呢阿炮 最推薦的就是重駐石啦 還有這個 鬥心護符 還有突破券都是 相當不錯的 那麼其中像是其他的這些 裝備啊又或者是 普通招募券 這一些呢阿炮就不推薦了 那像阿炮這一輪呢 我只要把這個 重駐石抽走 基本上呢就OK了 我們就可以去免費刷新 然後刷出下一輪 然後把這個 像是這邊就是把這個 鬥心護符抽走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去刷新下一輪 然後去抽重駐石或者是這個 鬥心護符 那將近200抽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把這個 五星碎片 大獎呢 就一定要是這個五星碎片 這邊大家注意一下 那在這邊呢阿炮 是不推薦花鑽石去刷新的 我們用免費刷新就OK了 好再來呢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高級探寶的部分 那在這邊呢 已經有人實測過了 在這個 將近100抽左右 他有可能是在98抽出 也有可能是在102抽出 只要記得說 在這個最後 將近90抽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大獎呢 變成是我們想要的 那麼其中呢 阿炮這邊最推薦的 就是裁決者的碎片 那麼像現在阿炮一共只有抽到10抽 那離這個保底呢 還是相當的遠 那麼到保底的這個過程中呢 阿炮就會去鎖定元素水晶來抽 那麼這邊大家注意一下 阿炮在抽的時候呢 都是一抽一抽的下去抽 不會直接10抽啦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直接10抽下去抽 你有可能在第二抽的時候 就已經抽到這個元素水晶了 那等於說 你接下來的8抽呢 都是浪費了 那我們一抽一抽下去抽 然後我們只要抽到這個元素水晶呢 我們就可以去刷新這個獎池 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可以讓我們確保說 我們在100抽裡面 是可以抽出最多的這個元素水晶喔 好再來還有第二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單抽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這個大獎提早出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是在第幾抽出的喔 假如說阿炮是在95抽出了第一次的大獎 那麼第二次的保底大獎呢 就會落在195抽左右 這邊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阿炮第一次的這個大獎呢 是出在80抽 那麼阿炮第二次的大獎 就是保底就會出現在180抽左右 這邊呢就稍微大家去了解一下 雖然不是說非常的肯定啦 但是應該就是照這個邏輯 那之後呢如果有做變動的話呢 會再拍影片來跟大家說明一下喔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普通探保的部分呢 就比較不一樣了 那這邊呢推薦就是10抽10抽啦 畢竟說你抽10次的話呢 就只要8張券嘛對不對 等於說可以省了2張券喔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阿 大家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幹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的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